Dramatic DENN salaries 它這個地方是在武林上的一個叫 覺醒山 Dramatic D Begin 这个地方是每一千年才开放一次 还有这边是有阶ザ的这里 这个地方是以显和他人的际上学生 这个地方是一些商工的通知 还有我说这地方是令人更多的 这个地方是有阶ザ的 也算不公开进房间 这边是个小人zać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人就是肖宫 左边那个就是母宫 把凍蟹兽放进去 他这个是分等级,然后你解锁之后,他会有相应的这个奖励 他左边这三个都是一些成长密钥 然后中间这些他是觉醒戒指专用的这个卷轴 然后最后一个是17星的星之力强化卷轴 然后所有这个等级解开之后最后是一个称号 他是攻击力魔力加20,全属性50,BOSS攻击力加30%,无视防御力30%,然后HBMP2500 他这个时间是14天 然后来看一下他这周边的一些商店 他这个就是这一次觉醒为主题的一些活动道具 这个是10精灵的智能器器人 他是要那个券,还够10个券 然后才能换到这右边的道具 这是觉醒的单位伤害皮肤 这是他那边的套装 然后这个是夏季的鼻子 这是个奇种 然后这个是随机伤害皮肤的箱子 这是可以选择的伤害皮肤 这也是不限购买次数 然后是伤害皮肤的扩展栏 背包40格,糖果云 这个就是上个版本的时候 他们发那个优惠券的时候 给的那个套装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你每天提起那个币之后 他会送你一个叶子 然后这里卖的都是一些关于戒指 以及他的一个专用的道具 下面是怪物公园的免费的券 然后世界地图转移 保罗普利托无限成长蜜 还有超脚水 这也是一个硬币的商店 卖了一件常规的道具 这个是A级潜能 然后是附加潜能券 金锤子还原卷轴 潜能硬仓 还有附加潜能硬仓 然后一个巨像魔方 奇异潜能变化魔方 然后两张宠物的卷轴 总行和强大紫色的魔方 惊人强 惊人混沌 他这个都是金币商店 只要用金币就能买的 永恒 强大的一个机器人 这应该都是一些奇宠 还是这个椅子 这也是个椅子 这些都是奇宠 然后下面也是椅子 他卖的东西 可能每17周年那么丰富 那上面也是这个金币商店 这卖的15星强化卷 然后就是正向金人混沌 这个卖的都是一些卷轴 然后这是个Fairy hut 然后这个如果抽过奖 应该知道 这是机器人的一个耳部传感器 这个是皮肤的那个卷 这门龙麦 然后这是一个套服 这个就是硬币商店 卖的一些箱子类的东西 这个金眼核心宝石混沌还原器 黑色涅槃火焰 它是可以对你几处的属性 做出选择的 这个是荣誉勋章十个的箱子 这是核心宝石的箱子 永恒涅槃火焰和强大的涅槃火焰的十个的箱子 然后这是红色魔方 黑色魔方 几附加潜能的那个魔方 S级的那个卷轴 它中间雕像还有一个商店 它也是可以直接用硬币买 这是特殊荣誉勋章 然后特殊荣誉勋章的箱子 核心宝石 然后核心宝石的箱子 神级还原器 倾向成长并 选择蓝八颗 绝色蓝扩展券 然后SP和AP的重制券 能手册 它是每个世界限购十次 未知怪物蛋 还有怪物浓妆的宝石 自由转值硬币 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活动 它这个是去打那个Pause 然后集分数了 它这个最高的分数是130 它就是一个武功的雕像 然后旁边集个稻草 他这个是个积分镜能 你要去搜集这个阴符,一个阴符就可能代表一个积分 打猎等级附近的怪物掉了阴符,然后使用这个技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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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